大家好,歡迎收看小李動畫 我是小李老闆,今集繼續帶大家重溫一下初代的遊戲王動畫 上集說到,武藤遊戲已經完成千年職目 據問,完成千年職目的人可以實現一個願望 而武藤遊戲的願望已經實現了,就是他終於有朋友了 與此同時,發生了一些社會事件,就是有人成功肚肉 不久了,走返這件事就在學校傳開了 而且那個逃犯是有槍的 而金毛飛城之內,都發現了恆子最近的行蹤有點古怪 日日課學都是自己走,沒有跟遊戲一起走 這下城之內就福爾摩斯上身了 三言兩語就推測到,恆子在做援助教制 美寶聽到恆子說去做援教,他自己聽到都心動動 於是他就美隨著恆子,想一探究竟 在這個晚上,翻雲覆雨之間 之前的一名逃犯,座座木鐵男正在爆隔 當他幾經辛苦,打開了隔晚的門 居然發現裡面兇嬌嬌什麼都沒有 他自己都難以自信 不久,他爆隔的事就養了 新聞報道說,警方認為 這件暴事案是由座座木鐵男一手包辦 座座木鐵男聽到就當然是扔心口 因為他去到的時候已經全部被人偷了 自己什麼都沒有偷過 眼睛睛地幫人吃了一隻死貓 第二天,杏子放學居然叫美寶一起走 而美寶當然也很順滩地跟著他一起走 而這個時候城之內又福爾摩斯上身了 哼,想不到美寶也做了援教啊 這個世界真是越來越不像樣了 本田聽到自己的女神被人說做援教 當然不服氣了 但是城之內這次不再是空口說白話 他留意到杏子今天的午餐居然是 全日本最高級的烤牛肉鰻魚定食 就是聽過名字你都知道有多貴 本田聽完嚇到呆一呆 似乎城之內說得都挺有道理的 想心一層他都覺得這些錢這麼容易賺 不會美寶真的走去做援教是吧 於是本田也偷偷地跟上去了 美寶你清醒一點,我來救你出火坑啦 而另一方面,逃犯座座木鐵男又在策劃下一單的爆竊案 這次他鎖定了一間珠寶店 只是偷走了一條名貴的鑽石鏡鏈 我心想這個座座木鐵男都挺蠢的 這麼辛苦進去,只偷一條鏈? 不是吧? 可能他不想做一隻貪心的小狗吧 但是很可惜,人家說貪字只有一個貧 他不貪一樣只有一個貧 因為新聞報道說他偷了的那條鏈是假的 真是做賊做到你這麼蠢 我都不知道你怎樣可以逃獄出來 這裡難道表達的是 當時日本的警察比他還蠢? 那我就不知道了 而警方認為這次這宗爆竊案 也是座座木鐵男一手包辦 座座木鐵男當然是扔心口 自己只偷了一條,被人偷了三十多條 有沒有搞錯? 另一方面,自從本田跟完杏子和美寶之後 放學他也跟他們一起走 遊戲就說城之內 喂,你這次不會說本田也做了還家吧 城之內也有可能的 可能被一些有錢的闊太太看上了 他們心想本田這樣的知識都做到 他們應該都做到的 然後就跟上去了 他們一直美隨著杏子、美寶和本田 最後就來到這間新開的快餐店 漢堡世界 遊戲跟城之內一開門就撞到他們拍一拍了 原來杏子、美寶和本田他們三個子 只不過是來這裡打工 做part time 其實做part time 要不要搞到這麼神秘呢? 搞到他做援教 原來他們的學校有個校規規定 學生是不可以做part time的 老闆見他們在這裡聊了這麼久 就當然不讓他們蛇王啦 喂,你這搞什麼?他們是客人來的 趕快安排位讓他們坐吧 一坐下遊戲的小色 就想著杏子穿了制服的樣子 口水都流了 這個時候有一個可疑的人走進店 沒來就有一個警長進店 追七逃犯 是啊,你沒聽錯 是一個 據聞那個犯是懂得易容術的 他從來都不會以真面目示人 所以就算有他的照片都不容易拉到他 這個時候就有人提議 不如做一次突擊檢查 但是警長就說 他可能有槍的 大家不要輕舉妄動 這個時候 老闆似乎很擔心 就問那個逃犯到底有沒有其他的特徵 警長就告訴他 三天前他爆隔珠寶店的時候 被警衛打中了他的右邊小腿 現在的乳痕應該還沒散 杏子聽到就不切了 弄些藍玩具車 就可以將客人逐個逐個檢查腳 以一個中學生來說 他們都蠻沙撲的 完全沒有理會疑犯身上有槍這個項目 而且警察做事用鬼你教什麼 幹嘛做駕駛呢 當杏子檢查到一個 黑社會那樣的肥佬身上的時候 出事了 肥佬非常不喜歡 你那個小妹腳毛都看 你有什麼理由可以隨便看客人的腳毛 真的等到有人發洞禮 剛才警長才出來調解 各位不好意思 我懷疑有逃犯進來這裡 所以要檢查一下大家右邊的小腿 我心想 你晨早出來說清楚 就不用搞那麼多事情 現在還要等那些中學生幫你查案 是不是這麼廢 但是當他說清楚整件事的內容去脈之後 那些客人當然就是不合作 有什麼理由你可以隨便檢查他們的腳 你們的警察 我想都是擺烏龍居多的 這區走犯不是第一次的 而警長居然很輕易地承認了 本田這個時候走過來問警長 喂 那我們到底還有沒有其他的線索呢 警長就查回疑犯以往的紀錄 發現他在監獄的時候 曾經送過入醫院急救 而那次是因為吃了雞蛋過敏 那杏子又厲害不切 靈機一觸 就說這間店的麵包全部放了大量的雞蛋下去製作 如果一個逃犯在的話一定很快就會現形 剛剛說完就有人覺得身體不舒服 警長就走過去關心一下他 這傢伙一緊張就露出馬腳了 想趕走人 誰知道被警長一個鬼影琴拿手 斜掉那些偽裝 馬上就圓形不露了 原來他就是座座木鐵男 座座木鐵男 辛苦到整頭都是汗 不要說廢話了 快點叫白車 傻佬 我騙你而已 我們的麵包全部都是用純麵粉製造的 絕對沒有其他成分 座座木鐵男 被那個小女孩玩到彈彈轉 當然是眼火爆了 一夜衝上就打我甘的他 誰知道反而被他發現到 另一個人腳上是有傷的 而他自己根本就沒有被警衛弄傷 所以他認定 這個人就是每次快他一步的那個賊 他當然馬上就想打他一身 而警長就在後面拔開他 他死捉著那個人的衣服 不放 就是輕鬆就扯爛了 在那個人身上 他們看到一個獨特的紋身 原來這裡的老闆就是汪洋大道次郎 汪洋大道次郎發現自己的身份暴露了 立刻衝過去搶了座座木鐵男子槍 挾持著杏子 你說挾持人質對警察來說可能就有用 但為什麼對一個賊都有用呢 我就不知道 原來這個汪洋大道次郎 是做了整容手術 然後就裝成普通市民隱性埋名 在這個小鎮裡開了餐廳 本來就以為他已經重了糧了 誰知道被他撞到這個小偷鐵男 然後自己就開始手痕了 於是他就跟著這個小偷鐵男 看看他去哪裡偷東西 原來這個小偷鐵男之前 去偷東西的地方 全部都被這個汪洋大道搶先一步偷了一次 揣完這個小偷鐵男之後 汪洋大道就叫他們全部趴下 接著就拿一塊布蒙著杏子的眼睛 也不知道他在哪裡聽回來 我就知道眼睛看不到東西 個人就會害怕到不敢出聲 來到這裡我好像明白到 原來平時我們看那些電影 又綁手又綁腳 又塞了一把口 都不夠他一塊布蒙著眼睛那麼厲害 接著他就突然想坐下 吃煙喝杯酒先 喂大哥你不要忘記 你現在的身份黃了 還這麼有興致 在這裡吃煙喝酒 不過興致的東西很難說 要來你擋也擋不住 那件遊戲那麼蛇龜 縮了一塊在這裡 就叫他過來服侍 肯子被人蒙著眼睛 雖然看不到他叫那個人是誰 但是猜都猜到 沒有膽鬼一定是遊戲 接著肯子就很大膽地站起來 大叫是不是遊戲 不要過來 原來剛才說遮住眼睛不敢出聲 全部都是假的 接著這個汪洋大道知道自己蠢了 立刻起來 兜巴煎到幸子 這巴真的打在幸子的身 通在遊戲的心 遊戲立刻變身 微心一隻金色的眼睛漲開 一個黑色的影子 直接表白 你居然敢對我喜歡的幸子動手? 你真的沒死過 好啦 讓你喝最後一口酒吧 然後遊戲就很自然地坐在前面 誰讓你坐下的? 然後遊戲就很鎮定地說 不好意思 我只是想跟你玩遊戲 遊戲要開始了 誰想跟你玩遊戲 你也傻的 接著一槍爆炸遊戲 全劇中 哪有可能呢? 想跟我玩遊戲? 我最喜歡就玩遊戲 來吧 你講一下遊戲規則是怎樣 玩法很簡單 在十隻手指裡面選一隻手指 除了自己選那隻手指之外的手指 全部不可以動 只可以用自己選那隻手指來行動 那還想問 我今天選擇我來拔雞的食指呢? 沒問題啊 那我就選這隻 他用手指弓來做什麼呢? 不管了 讓我倒杯酒喝一下 遊戲現在開始了 哈哈 讓我一槍爆炸你乾弟了 不用加 先幫你點煙吧 對呀 還沒點煙 等你臨死之前 用你的手指弓幫我點煙吧 那不再送火機給你了 順便提一下你 你那隻是俄羅斯特產的伏特家 酒精含量達90% 什麼? 那我就不可以動 一動的話 火機就會掉到酒裡 燒著我全身 為什麼你還不開槍呢? 不過只要你動一動 火機就會點著點酒 來吧 杏子 我們走 怎麼會這樣? 等等 遊戲你剛才做了什麼? 哦遊戲你的手動了 你走去點杏子 你輸了遊戲 哪有可能啊 規則是遊戲定的 遊戲喜歡點動就點動 而你就不行了 你一動 你就違反了規則了 結果你還是沒有遵守遊戲的規則 遊戲好像是你自己先不遵守規則 現在還惡人先告狀 遊戲的微心眼睛張開 破壞規則的人 就要接受懲罰 那你應該要自己罰自己 遊戲 你這麼矛盾? 去死吧遊戲 黑暗的大門已經為你打開了 然後遊戲又用它的超能力 令到這個汪洋大道看到幻覺 為什麼你不一早用呢遊戲? 怎麼都要沒有東西拿來搞的 就是這樣 恆子打工的那間漢堡包店就倒閉了 遊戲還去問恆子為什麼不做 店舖也倒閉了 怎麼做啊大哥 但恆子居然說我經常做兼職 沒辦法陪你? 他們到底什麼時候開始的? 但是這一刻 恆子的心裡似乎有另一個人 就是那個救了他的另一個遊戲 就是這樣 第二集就完了 看完今集你我明白到 原來男人不壞女人真的不愛的 好啦那今集就來到這裏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SHARE 訂閱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以及LIKE我的FACEBOOK 那就是這樣 收工